朱健炫煤矿摄影展展示了当年海山矿坑所拍摄的照片 记录了男女矿工的神态以及矿车矿场的工作情形 摄影师朱健炫表示 他从1980年代开始拍摄台湾矿业现场 见证矿业的兴衰与多次矿坑灾变 海山灾变是当年的6月20 接下来7月10号又是煤山 瑞芳的煤山灾变 最后12月6号又一次海伊灾变 那么这三次灾变因为死伤很严重 大概过世了27条英本 所以说台湾的煤叶就从那一年开始整个衰败下来 也就是说它开始视为了 也因此呢 我虽然70几年60几年 事实上是60年末 就是1980年代 一直拍到1995年代 但是海山是在民国78年 78年还是76年就关场了 因此就是说等于我是有矿场拍到没矿场 其中一幅作品木然回首是朱健炫当年在矿坑现场 叫做一名工人 在工人回头的瞬间所拍下的作品 朱健炫将这幅作品作为个人摄影专辑的封面 也在2019年时获得国家文艺基金会补助 寻找照片中的工人 他从坑里游出来我就跟在他后面 跟在他后面 然后我看看他那个造型真的是不错 我跟他 他头转过来那一煞闹 我发现不错 我快门按下去了 那这张作品我后来发行了一本专辑 摄影专辑叫做《矿工欧哥》 在编辑会议上的时候 这张被拿来当作封面 它是个封面作品 民国就是2019年的时候 2019年时候我得到国家文艺基金会的一个补助 书写台湾的专案补助 那这个补助的我提案的时候 当时就是说 我从回《矿工欧哥》那本书去找 我的影中人 也就是曾经被我派过的人 我从头回去找 然后呢做什么 做口述历史的描述 把他们的故事写下来 也替台湾的矿业做一个见证 作品《矿场的下午茶》 则是记录了庶民女工在矿场吃臭豆腐的时刻 当时矿场下午三点正式工作休息时间 经常会有一名老先生踩着三轮车到矿场卖臭豆腐 而女工们则会三五成群的坐在相思目上享用 在矿场度过愉快的午后 当时他们是这样子 做矿工的闲暇时间 厂长有一位阿伯来这边卖臭豆腐 然后他们休息时间就跟阿伯买臭豆腐 他们是在吃臭豆腐 是在吃臭豆腐 那这一张譬如说这一张 他们是已经在休息的时候 你看这也是矿场生活的描述 整个都是一些矿场生活的描述 朱建宪远希望观众朋友们在看见这些照片的同时 希望大家不要忘记 在很久以前曾经有一群人在地下工作与生活 付出青春和生命 为台湾的工业与经济做出非常巨大的贡献 看到这个新闻或者看到这节目的观众朋友 你们一定要记住 台湾当年有一群人生活在地底下 工作在地底下 他们献住他们的青春跟生命 真的是青春跟生命 帮台湾的经济繁荣跟工业起飞 做出了非常非常大的贡献 我在这里也真的要跟他们深深一鞠躬 真的要感谢他们 他们真的是台湾之光 真的是台湾的精神之所在 朱建宪远矿摄影展集日起到3月31号 在新北市立图书馆总管一楼大厅展出 将被时间所埋藏的矿坑记忆 透过影像重新开采 得以重见天日 让大家看见矿工们在矿场的点点滴滴 记者里根基新北报导